上期我们说到了秦寿王朝北齐,可以说北齐的皇帝基本上都是奇葩,而在南北朝,除了北齐,其他的王朝也出现过很多的昏君,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陈朝的最后一位皇帝,史称陈后主的陈淑宝了,正是因为他的存在,陈朝才加速了灭亡的进程。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,陈淑宝也加速了南北朝统一的进程,那么历史上的陈淑宝能有多昏庸呢? 本期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位昏君中的战斗机陈淑宝。 通常我们对昏君的形容词,诸如昏聩不明,荒淫无道,大剑公事,生活奢侈,不理朝政,日夜与妃嫔奸臣,沉迷于酒色等,都可以用在陈淑宝的身上。 陈淑宝登基于公元582年年底,他继位前,隋文帝,杨坚,统一北方,隋朝在杨坚的治理下,休养生息,经济恢复,人口约有三千万。 是陈淑宝统治的南辰的十五倍,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,换作是有违之君,必然是日夜难眠,担惊受怕。 但陈淑宝是个异于常人的昏君,他登基之后,就像个没事的人一样,无视国力差距,夜夜升歌。 首先,由于他是个文艺细菌很浓的皇帝,很喜欢作诗,所以他继位后,就豢养了一大批以上书令江总为首的文学宠臣。 他们君臣之间,天天以诗会友,互相吹捧,并且还自诩为引领天下潮流,毫无廉耻可言。 第二,陈淑宝生性奢侈,他登基后,嫌弃皇宫内艇陈设简朴,不能作为他藏娇的金屋。 于是,他就大建豪宅,滥用民力,极尽所能地在民间搜刮财宝,搞得百姓怨声载道。 第三,陈淑宝极为靠色,他继位后,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后宫嘉丽团,几乎个个都是美艳绝伦的娇娘。 其中最受陈淑宝宝宠爱的妃子,叫张丽华,他在陈淑宝的默许下,干预南臣正式,专宠后宫,勾引陈淑宝君王从此不早朝,当起了甩手掌柜。 第四,除了玩女人搜刮民财,整天写一些毫无营养,无病呻吟的垃圾诗以外,陈淑宝还有一个毛病,爱喝酒。 据说,陈淑宝酒量极大,经常连膝打蛋地跟宠妃和宠臣们对饮,而喜欢喝酒,又会引发一个严重的问题,爱吹牛。 前面说了,南臣与隋朝的国力差距极大,被灭只是时间问题,面对此情此景,陈淑宝无所谓。 他每次看到边关大将送来的军报时,都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,叫嚣自己有长江天险,杨坚老儿赶来送死,就踩死他。 时间一长,陈淑宝就真的迷糊了,再加上他巨量饮酒,导致的酒精麻醉作用,他就真以为杨坚不敢来揍他。 陈淑宝不知天高地厚的呛隋朝,其实也能理解,因为陈朝建立前后,南臣确实依靠长江天险,多次打败过北齐和北周的南亲。 比如公元555年,北齐趁南梁内乱,挥师渡过长江,踏上江南的土地。南臣太祖陈霸仙率水军截断北齐军的后勤,导致江南的北齐军队孤立无援,损失惨重,最后全部被俘虏。 再比如公元556年,北齐再次南下,结果前一年的失败再次重演,齐军渡江后,南臣水军控制江面,攻击截断齐军运粮的船只,导致齐军断粮,十几万大军几乎又是全军覆没。 正是因为有这些成功的经验,所以陈淑宝继位之后,他一点也不担心隋朝会来揍他。 用他的原话说,骑兵三来,周师再来,随军又能奈我何? 不过陈淑宝忘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先前陈军屡错北齐北周的南亲,那是他叔爷爷陈霸仙,大婆陈文帝,亲爹陈兄弟指挥有方才取得的胜果。 南陈军队如果让他这个魂不令来指挥,长江天险就乱用都没有了。 公元588年,隋朝以五十万大军攻陈,当时南陈的水军像此前的打法一样,让开大路,放隋朝的部族渡过了长江。 其后,陈军前线将领建议立刻出动水军,截断隋军后路,以断其后勤。 结果,奏报递到都城建康后,陈淑宝同志夜夜升歌,与妃子大臣们吟诗作对,把这茶事给忘了。 随后,隋军完成渡江集结,陈淑宝此时才知道情形,让陈军出击迎战。 结果,错过了最佳的反击时机,一败涂地。 他自己也被隋军俘虏,押到了隋都长安。 通常来说,当了亡国之君,能活命就算极好的结局了。 还想保证荣华富贵,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但是,陈淑宝不一样,他碰上了隋文帝。 隋文帝阳间这个人不是善茶子,他对威胁他皇位的北州皇族赶尽杀绝,手黑得很。 不过,他对对他皇位没有威胁的人,比如陈淑宝,还过得去。 自陈淑宝投降后,隋文帝在长安就专门给他预备了宅子,让他住。 并且,隋文帝在宴请陈淑宝的时候,还专门对宫廷乐师吩咐不许奏江南无地的音乐, 以免陈淑宝触景生情而伤心。 陈淑宝呢,他心理素质也是极好的。 隋文帝让他吃吃喝喝别客气,他也是真不客气。 吃完喝完,他还喜滋滋地对文帝说,没官位,没法参加潮集,您给我个官号吧。 隋文帝看了看陈淑宝,惊呆了。 见过没脸没皮的人,像陈淑宝这样全无心肝之人,他还是第一次见到。 几声叹气之后,隋文帝就给了陈淑宝三品的待遇。 此后,陈淑宝就这样没脸没皮,没事就跟隋文帝一起吃宴席,从王国被俘,一直吃到隋文帝驾崩。 公元604年8月,隋文帝驾崩。 亲耳听到隋文帝死掉的消息,陈淑宝满意了,隋文帝灭了他的国,他熬死了隋文帝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才是人生的赢家。 三个月后,陈淑宝病死,此时距离南陈王国已经过去了16年,陈淑宝死的时候52岁。 考虑到他比较大的饮酒量,以及他叔爷爷陈霸仙活了57岁,大伯陈文帝活了45岁,老爹陈淑宝53岁的平均年龄,他死的这个年纪也算是正常死亡了。 陈淑宝死后,新继位的隋阳帝杨广,追赐他为大将军,长城献功。 考虑到陈淑宝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,隋阳帝决定给他定个嗜号。 他在翻遍了嗜法解后,反复斟酌,千挑万选,最终挑了一个阳字。 是的,陈淑宝的嗜号和阳广的嗜号居然是一样的,而这个字居然是阳广挑的,这可真是造化弄人了。